典禮 典禮正式开始 本次是新北师生和后第一次办理的全市市长奖颁奖典禮 全市共有五千多位荣获市长奖的学生参加 今天真的感到非常荣幸 在颁奖典禮一开始 朱里伦市长变新林会场揭开本次典禮的序幕 现在我们有请朱市长上台 给予各位同学提取于免疫 让我们一起热烈欢迎朱市长 各位得奖的小朋友 各位老师 校长 所有的家长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们是第一批 等一下还有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的小朋友 我首先要恭喜大家 能够得到市长奖真的是很大的荣耀 得到市长奖对所有的小朋友是终身的荣耀 因为你永远都会记得 你在小学毕的时候 拿到了第一次的市长奖 也是我们新北市升格第一次 大家给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 前天的时候我们在当国高中的时候 我有讲教一句话 我说大家不是拿到朱立伦的奖 是拿到新北市市长的奖 代表将近四百万的市民 对大家的肯定 大家的努力 过去六年的努力 获得了肯定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骄傲 千万不要自满 因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个很快乐的套点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 今天得到市长奖的小朋友 三年后 国中第一的时候再来拿市长奖好不好 要有勇气一点 给自己加油掌声一下好不好 当然市长奖不一定只是功课好 各种才艺 各种技艺 各种方面的表现 我们也选拔出很多的市长奖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拿到市长奖 才是最优秀的 但是拿到的都是真的高兴 尤其对爸爸妈妈来讲 对老师来讲 大家的努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值得高兴 值得骄傲 我们为大家加油 三十几年前我也拿市长奖 我们当时叫县长奖 跟过去一样拿县长奖 当时搬给我的县长 我都还记得叫吴伯雄 吴伯雄 吴主席 吴县长 当时我是我的县长 永远都记得 只不过以前 拿县长奖 只有看上奖状上面有县长的名字 也没有机会跟县长一起照项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照项 我也跟大家讲 我本来没有穿西装 今天早上参加活动 还穿得很轻便愉快的衣服 但是刚刚想一想 赶快把西装穿上 为什么 因为这张照片是每一个小朋友要 放在你的永远的纪念 那个重点 不占出县轮掌 好不好看 而是这张照片旁边那位是市长 对不对 所以跟大家表示重视 那今天有差不多两千位的同学来到现场 那有几位同学没有来 就算来着两千位 我要跟大家一一拍照 有的小朋友会说 我才三秒钟跟市长才拍了三秒 可是市长要几个小时 跟大家一起努力拍照 那好几年没有市长跟大家一起拍照 但是我们坚持 一定要跟他这样做 那天国中也是两千多位 今天我们国小的同学来 我们大家加油 给自己勉励 基础市长讲了一句话 我们这只是一个阶段 而且品德最重要 功课好 值得骄傲 品德最重要 我们要做一个社会 大家肯定我们的小朋友 肯定我们的同学 谢谢家长 谢谢老师 大家加油 谢谢 谢谢 贵市长的勉励 现在有请市长跟着我们的工作人员 一起到后方的合影区 一起跟我们今天市长上得奖的学生 一起合影留念 行ksandar 我们下边 作为生